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征观十三年 李世民找来御迟静德 漫无目的地聊着一些家常琐事 突然话锋一转质问道 有人说你要造反 是怎么回事 御迟静德被问得一愣 看着脸色铁青的李世民 悲从心起 说道 是的 臣要造反了 臣跟随陛下征战四方 残区上竟是刀剑留下的创伤 如今天下已经安定了 陛下终于要疑心臣造反了 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御迟静德 满是伤痕的上身 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御迟静德说道 我正是因为不怀疑你才告诉你这些 你还抱怨什么呢 好赖话都被李世民说完了 御迟静德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夹着尾巴做人了 这是唐使读物 血腥的圣唐中 李世民敲打御迟静德的一个小插曲 作为李世民的恩人 御迟静德救过他四次性命 可在御迟静德晚年却免不了猜忌和试探 在险向还生的权力漩涡中 御迟静德又是如何善终的呢 御迟静德是山西朔州人 原名御迟公 与刘武州是至交好友 宋金刚南下太原时 御迟静德作为他重要的助手 与寻相一起进驻下险 击败李孝基 火桌 唐俭 刘世让等唐军大将 不久后 御迟静德在美良川遭遇秦书宝 与殷开山的伏击 大败逃亡 李世民派遣语文士籍 劝详史 御迟静德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李唐的军中 成为李世民帐下的一员肖将 当李世民在芒山脚下遭遇善雄信的袭击时 御迟静德以肉身之躯挡住善雄信的进攻 救了李世民一命 跟随李世民 御迟静德东征西逃 历经百战 立下了无数战功 却也因此得罪了齐王李元吉 自是勇武过人的李元吉 逼迫御迟静德与他比武 结果三战三败 丢进了颜面 也让御迟静德彻底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窦见德围攻虎牢关后 李世民与御迟静德 只身前往下军大营侦查 不幸被发现遭到下军的围攻 但是御迟静德的护卫下 李世民在此杀出重围 保全性命 而在河北的刘黑榻复起后 李世民在冥水遭遇了战争生涯中 最可怕的生死瞬间 千军一发之际 又是御迟静德的突然出现 拯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玄武门之变前 御迟静德三次救过李世民的命 因此 玄武门之变前 李世民最信赖的武将 反而是曾经的对手 御迟静德 御迟静德对李世民的忠心 招来了杀身之祸 作为李世民的竞争对手 李建成先是引金银财宝 拉拢御迟静德 失败后又派刺客暗中刺杀 最后向李渊诬告 御迟静德谋反 被逼入绝境的御迟静德 只能不断向李世民劝谏 甚至以离开秦王府作为胁迫 最终让李世民下定决心 发动玄武门之变 在玄武门之变中 御迟静德从李渊级的功贤下 挽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逼迫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 功劳极大 李世民称帝后 御迟静德也成了 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的 五大国公之一 然而武将出身的御迟静德 并未领会高处不胜寒的身影 依仗着李世民的信任和宠爱 越发猖狂 贞观六年 御迟静德的狂妄彻底爆发了 在李世民组织的宴会中 仅仅一位 一位功勋并不高的将领坐子 排在他的前面 借着酒劲的御迟静德 便毫不顾忌 李世民的面子肆意妄为 甚至将前来劝驾的 任成王李道宗 打得鼻青脸肿 暴怒离场的李世民 在御迟静德酒醒后 对他说了一生之中最狠的一句话 正直到现在才明白 汉高祖刘邦为何要诛杀功臣 不是他既贤度能 而是功臣们 罔顾国法 自以妄为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不然毁诛晚矣 作为臣子 御迟静德听到李世民的这些话 惊趣和恐慌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个时候起 礼堂王朝明镇还宇的粗犷猛将 御迟静德不见了 转而变成了一个谨小声微 世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文臣 甚至比文臣更加克制 丧失了一切欲望 然而即便如此 李世民也没有放弃继续敲打 御迟静德 在畅聊闲话时 李世民故意指出 有人诬告他谋犯的事情 逼得御迟静德 袒露上身 自证清白 御迟静德的举动 让李世民十分尴尬 但恰恰是李世民 想要看到的结果 高明的帝王都善于搞平衡策略 他们善于把握每一种分寸 既不会给的恩过多 也不会武端训斥 多年来在房玄龄 李静身上的实践 已经让李世民极其善于 把控两种分寸之间的微妙关系 他对御迟静德敲打 也显露出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慢慢地收起了手中的大棒 寻找合适的时间 给予御迟静德一些恩惠 李世民的恩惠是将他的女儿 许配给已经55岁的御迟静德 这显然是对他的另一种试探 无论是房玄龄还是柴少 他们的儿子娶的都是李世民的女儿 如今到了御迟静德身上了 反而成了他自己当李世民的女婿了 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御迟静德婉拒了李世民的赏赐 他深知 李世民如此没头没脑地唱出这一出 无非是做给他和朝臣看的 让他知道 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恩宠从未消失 绝不能因为先前的大棒而心生怨恨 一旦他不开窍 贪图公主的美色和权力 不仅无法抱得美人归 反而落得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下场 做臣子的 在皇帝表现出自己的慷慨时 要懂得把握分寸 什么东西该要 什么东西不该要 修仙恋道这么多年的御迟静德 比任何人都清楚 话一定要说得漂亮些 但事情却只能点到为止 在仿佛的君臣博弈中 御迟静德越来越摸不透 李世民的心思 因此59时 御迟静德上书告老还乡 但出朝廷视野 一心修仙问道 不与任何人来往 直到唐高宗时期病逝 王决仁在血腥的圣堂中 对御迟静德的勇武和忠诚 大家称赞 从他给李建成的回信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忠贞不二的御迟静德 也可以看出李世民 最终宽佑他的真实原因 静德不过是一介草民 在随末乱世中逐流 沦落为草扣 碎不溶珠 很幸运 静德遇到了秦王 他对我有再生之德 将我放在王府中重用 倘若需要我回报他的信任的时候 静德会毫不犹豫地 丢弃自己的性命 对于殿下 静德没有尺寸之功 绝不敢接受您的封赏 倘若我与殿下私交 便是怀有二心 为了利益抛弃曾经救主的人 殿下要了又有什么用呢 好吗 好吗 好吗